打了一千块钱 什么一千块钱啊 你拿一千块钱还多吗 来了你怎么样 今天还好说点修衣服 废品没怎么说 那把牙开着我就说慢了 看什么书啊 自动人是吗 水天晚上做什么好吃的 今晚给你给你儿子做红烧肉你看 哇 太好吃了 马上就好了我再炒一个青椒鸡蛋就好了 哇 姨姨你去先吃吧 等我妈喝了喊你去吧 好 姨姨 等一样喝不上奶啊 小天你给我吃完饭怎么也带饭啊 明天哪吃没地方吃呢明天早上搞 哦对了今天是我妈生日 你妈生日啊 对啊 你又没打红包啊 打了 打多少啊 我打了一千块钱 什么一千块钱啊 不然一千块钱还多吗 太少了 那我已经打过了 打过了那也行吧 那我回头我再打点几块钱吧 可以打净你的心意吗 嗯 对了我还想跟我妈买套衣服 主要你妈也不在家 不然周末的话我们还可以去看看她 是啊我就这么想 我当然一想到生日呢 周老师周六呢 就这样啊 我给我妈在晚上洗套衣服 然后正好给她寄过去 可以啊这个你安排吗 嗯那行 先让爷爷喊喊 那爷行给我妈打个电话吧 待会我们再洗衣服 然后在房间看书 爷爷 妈妈 今天是奶奶生日 我们给奶奶打个电话好不好 好 你给我打电话 老爸有可能在外面没玩 给她打电话吧 对 奶奶生日快乐 哦 谢谢爸爸 谢谢 你说你哪个吃饼饼饼饼鸡 我说你们就两个回来的 哦 能跟着我给你喝的吃的呗 晓得呦 又不在你那边等你去 奶奶你为什么不在家呢 我还要来找你 等奶奶回来了 我去去奶奶家好不好 好 奶奶在那个小姨家里 嗯 嗯 晓得呦 晓得呦 妈咪我们替奶奶买蛋糕给你吃啊 好 奶奶替你买蛋糕 爸爸吃的蛋糕 哈哈哈 做点点肉 做长点肉再长瘦点 不然长拉就丑了 咱们还那么碍表条吗 呵呵 可笑死了 长瘦就是碎 嗯 下料 爸爸一起到奶奶家去玩知道吗 知道了 我妹妹扎辫子了 嗯 好的 好 咱们你们干吗 好的 嗯 好那不干的啊 嗯 嗯 嗯 挂了